很少有人见过南极洲 直到1800年代初期 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南部大陆仍是一个神话 即使是现在也嫌有人涉足过南极洲 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极洲环境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项基于25年NAS和欧洲卫星数据的新研究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从1990年代的每年约2.5毫米上升到今天的每年约3.4毫米 环境科学所的科学家史蒂夫·内雷姆表示 这种加速主要是由于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融化增加 并且有可能使预计到2100年的海平面上升总量翻倍 会给沿海城市带来重大问题 随着南极大陆冰层的融化 冰封在南极大陆下不为人知的秘密逐渐显露了出来 南极大陆对于我们还是神秘和未知的 至今我们都无法得知南极大陆的真实面貌 有些对南极极度好奇的网友试图通过谷歌地图去看看南极的样貌 我们要知道的是谷歌使用的是全球清晰度最高的商用成像卫星GY1 这颗重达4300磅的卫星以每小时1.7万英里 2.72万公里的速度 在距离地面423英里的轨道上由北极向南极运动 此卫星在空中的拍摄精度可以精确到41厘米 足够放大一个棒球场内的本壘区 当网友想要使用谷歌去观察南极大陆时 只有海岸线是清楚的 其余部分都相当模糊 当我们用谷歌地图搜索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像是白宫这样的敏感地区都是有清晰的图片的 而且在1961年国际上就通过了南极条约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 禁止在南极地区进行一切军事活动 只供各个国家进行科学研究和考察 在极少的南极图像下 细心的网友在南极沙克尔顿山脉附近发现有一个类似金字塔的结构 从卫星地图上看 该金字塔确实有四个陡峭的侧面 很像胡复金字塔 目前为止在南极一共发现了三座金字塔 而其中两座位于距海岸16公里远的地方 另一座则位于海岸附近 尽管一直以来关于南极金字塔的成因有很多说法 有认为是外星人建造的 也有认为是地球古文明建造的 甚至还有认为是外星人联合远古地球人建造的 但一些地质研究人员则指出 所谓的南极金字塔很可能只是冰原导峰 也就那些从冰层中突出并高于周围地形的山峰 关于南极存在古文明的证据 除了神秘的南极金字塔 还有一个便是皮里皮里雷斯地图 这是一份军事情报 是由奥斯曼舰队司令和制图员皮瑞皮里雷斯于1513年编制 皮里皮里雷斯地图上面绘制出了南北美洲 西部非洲以及南极洲的地 那么皮里雷斯地图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呢 因为直到19世纪初夜 也就是皮里雷斯地图出现整整100年以后 地球上的人们才发现了南极洲 这一年是1818年 事实上皮里雷斯地图的出现 曾经引起了一场地球上是否存在着南极洲的论争 正是由于这场论争 才最终导致人们出海远航 去寻找那块冰雪笼罩的神秘大陆 不过即使是找到了这块大陆 它的神秘性依然存在 因为在当时没有谁能够为南极大陆勾画出 哪怕是大概的轮廓 长久以来 南极洲就一直被厚厚的冰层 与无垠的血缘覆盖住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皮里雷斯地图上面 还标示出了南极洲的内陆地形 山脉 高峰 河流以及海岸 而这些都是在冰雪覆盖之下的 然而我们一直到1952年急著回升探索医 才发现了南极大陆上那些皮里雷斯地图上 早已标明的东西 两相对照 竟然一点差错也没有 然而 根据有关科学家的考察 仅仅是在南极洲的罗斯海海岸附近 所进行的一次冰川测量的结果就表明 南极洲被厚厚的冰层覆盖 至少有6000年以上的时间了 但是 皮里雷斯地图根本不可能是由6000年前的人类所绘制的 显然 它另有其绘制者 总之 无论怎样 神秘的南极金字塔 以及皮里皮里雷斯地图对南极的描绘 这两点或许可以说明 在遥远的过去 南极并不是一个冰封大陆 甚至还有可能居住着人类 在2015年1月2日 美国的知名调查记者林达默尔顿豪 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收到一份神秘的邮件 这份邮件再次将南极推向话题中心 写信人士 一位退休的美国海军一级飞行工程师 化名叫布莱恩 在信中 他向林达讲述了 他和他的C130运输机机组人员 在南极遇到过的神秘事件 首先 布莱恩在信中说的这支部队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美国在南极科考行动队中的一支中队 布莱恩曾在1983年到1997年间 南极州执行飞行任务 他被部署在美国的迈克莫多科考站 而在南极点附近也有一个科考站 叫阿蒙森斯特科考站 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却是对外保密的 布莱恩的任务就是定时给这个科考站的工作人员送物资 他们的飞行路线和起飞时间都是固定的 所以地面指挥完全知道他们的位置 在飞往阿蒙森斯特科考站的途中 他们会越过跨南极山脉 在飞越跨南极山脉的时候 布莱恩说他们在300多次的飞行中 在这里不止一次地看到银色叠撞不明飞行物 在邮件中布莱恩这样描述 他们是间歇性运动的 他们有时会迅速移动冲过3.4个山顶 然后禁止停在空中 由于南极折射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也没有特别在意 而且当我询问我的指挥官时 得到的回答却是 那不是我们人类的东西 也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布莱恩在邮件中说到 1995年12月的一天 他们执行了一个特殊任务 意外闯进了禁飞区 在南极执行任务期间 被明令禁止飞越一个距离南极点5英里的指定区域 原因是那个地方是个空气采样站 而飞机的排放物会污染空气采样 他们需要将一位工作人员送往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科口站 从阿蒙森斯科特站飞往戴维斯站 这个禁飞区正好在行驶航线上 当时情况紧急 他们并没有报备 在邮件中布莱恩详细地说明了 他在禁飞区看到的一切 在禁飞区中有一个巨大的洞 这个洞看起来深不可测 而且巨大无比 当时的机组人员都看到了 而且看到许多车辆顺着黑色的轨道进入这个洞中 在琳达对布莱恩的采访中 布莱恩表示他们并没有直接穿越这个禁飞区 而是从旁边经过 到达戴维斯站后 他们被滞留在站内的会议室里 一个并未表明身份的人走进来对他们说道 感谢你们勇敢地完成了这个救援任务 我知道你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但你们不会对外界谈论起这件事 这算是一个口头警告吧 布莱恩说道 关于这个空洞 其实有很多南极的爱好者 在谷歌地图上 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地空洞的东西 在这个洞口不远的地方 又发现了第二个洞口 当在谷歌地图上输入第一个洞口的坐标 是可以找到的 但当输入第二个洞的坐标 这个洞口有明显的马赛克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南极确实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许现在我们的科技力量 或许还没有能力突破 无论怎么 我们都应该对自然和未知的生命 有敬畏之心 南极的不明飞行物 神秘的空洞 还有那张毗里雷斯地图 可能只是南极隐藏文明的一角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 认知道的世界未必是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被告知的一些东西 可能并不是事情背后的真相 但要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